大家看看李毅是个什么东西 他们这有一个群 叫共商国事世界华人报网 可能是世界华人 都是一些大外宣 或者准大外宣 犯大外宣 就是海外华人办的一些报纸 网站 这种媒体 你看李毅也在里边 李毅说你再说一遍 杨姓杨的 你再说一遍 说我们 这可能是那姓杨的 我们请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谎称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李毅说 你不会说人话是吧 然后这位杨先生说了 又重复了一遍 说我们想您 我们想让您解释一下 为什么谎称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李毅又说了 这李毅我看不得正常 还自称李毅 你就说我不就完了吗 说李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八月十五日前 他这可能是内聘的 或者校聘的 或者是花点钱买个名粉 买个名义 挂靠的是吧 应该不是那种国家的那种的 说李毅为何离开中国人民大学 可询问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研究院王文教授 李毅不方便讲 多位记者朋友见谅 然后这个叫世界华人报网 这个群就是他的名字 可能他这个机构的名字 世界华人报网社长 朱东海 我看海外华人都是官迷啊 这些亲共的 这些搞大外宣的 或者自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 都是瞎搞瞎起名 什么世界华人吧 什么华侨总会吧 什么同乡总会吧 什么总商会吧 是吧 要是一桌上有十个人 恨不得有八个都是会长 副会长 什么常务副会长 什么这个那个秘书长 是吧 都是复制的共产党的这种权力机构 叠床驾屋的官僚 这个是吧 都是学的共产党 学好不容易 是吧 学坏一出流 他说了 李毅群友骂人不对 但招摇撞骗 这个词也不能这么用 也不对 大家注意 李毅就来了劲了 这个看来这是群主 就开始跟这摩西泥 打哈哈 左右逢源 各打五十大板 或者拉偏价 李毅来了劲了 得脸了 上赛了 李毅上赛了 赛脸 是吧 蹬鼻子上脸 说什么叫谎称 杨永红 我日你全家女人 我操你拔带 我操你拔辈祖宗 拔带祖宗 什么叫谎称 你看这李毅就这素质 李毅就这素质 李毅呀 我听说呀 原来他哥哥在陕西被枪毙了 他爸爸就在陕西教育口 混的一个老官僚 后来他哥哥因为某种罪行吧 被枪毙了 他们全家就混不了了 在当地就臭了 名声特别臭 正好改革开放 好像是广东东莞吧 要组建一个什么技术学院 后来那个他爸他妈就调过来了 他爸好像是副院长 然后这个李毅呢 就以这个老两口岁时大了 这个得照顾着 我是儿子 我哥已经被枪毙了 以这名义就到了广东 我听说啊 我听说我也做过这节目 我听说李毅啊 就是玩一些花活吧 甜言蜜语花言巧语 还把一个女大学生给搞大肚子了 李毅现在啊 被他们的单位给开除了 也不给开支了 已经十个月了 昨天我做了这个节目 今天点击量都两万多次了 在我之后 大概四个小时左右 徐晓东也做了这个节目了 但是今天徐晓东那节目 好像被删了 难道李毅动用他的关系 威胁徐晓东了吗 或者有关部门 比如说这个国宝 威胁徐晓东了吗 是吧 按道理不应该删呀 是吧 自己辛辛苦苦做的节目 今天徐晓东把那节目删掉了 看不到了 是吧 所以我怀疑徐晓东也被威胁了 是吧 徐爷 你别看五大三粗的是吧 也是忍气吞声啊 人在矮言下呀 protects 你是不是 谁要来